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大 练武功 一共有六首歌曲 对应的演唱的姐姐应该是 萨鼎鼎演唱《悟空》 邵文杰演唱《爱》 陈立军演唱《侠客银》 但愿人长久是Joyce 韩玄演唱《负重1万斤长大》 谢金燕演唱《练武功》 从之前的规则上来看 第一轮的Vocal直播秀 是每一组选择一个姐姐进行Vocal竞技 剩下的四位姐姐则进行舞蹈直播秀 那萨鼎鼎是七位组派出来的Vocal竞技歌手 邵文杰是陈浩宇组派出来的Vocal 韩雪是陈立军组派出来的Vocal Joyce是刘新组派出来的竞技歌手 而剩下的陈立军和谢金燕 一个是陈立军组 一个是刘新组的姐姐 陈立军原本节目组欠她一个直播秀 所以这次补上是应该的 而谢金燕节目官方给到的是展演秀 Zither Harp 也就是说其他五位姐姐 陈立军 萨鼎鼎 韩雪 尚文杰 法国姐姐是参加竞演的 得票第一的姐姐可以给自己的队伍 解锁一个乘风席位 而谢金燕应该是一些网站评论区的呼声很高 她应该有一个唱歌的独立舞台 所以节目组给她和谢金燕姐姐一个展演秀 她是不参与这个竞演成绩的 那从五位姐姐的竞演来看 陈立军组有两位姐姐可以竞技 迎面更大一些 而韩雪在夏鼎鼎和尚文杰的实力面前还是有点差距的 所以韩雪的迎面应该不高 这一次依旧得第一的概率还是在夏鼎鼎和尚文杰两位歌手中产生 当然如果陈立军个人呈现的很有特点 也有可能夺得第一 马逊之王 我想要这一盒 好 穿上去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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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也喜欢 我喜欢 你应该来这个 我想要第一个 这是你 你太好了 穿上去穿 穿上 我要穿 我想穿月亮之上 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好 但这个直播赛是单独录制的 不知道是怎样一个投票方式 还是会和之前录节目一样 现场有一千位观众 还是先生投票 这一点节目组并没有宣布 从歌单的角度来看 沈文杰唱周恩歌是要吃亏的 而且 还是他之前已经演唱过多次的爱 而夏鼎鼎的悟空 技巧性更强一些 迎面更大 你们看完这个歌单和对应的歌手 最期待哪位姐姐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